这是我觉得做得意双心的演员是一个根本 那么做演员也是 如果我演不好角色 那我就做演员肯定是失职的 所以每一个演员都很想演好自己的角色 也很热爱表演艺术 但是他由于演戏过于用功和卖力 他又很有灵气 加上又用功 他有可能就成为明星 那么当成为明星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一些人的偶像 他就影响人了 这个演员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在这个之前 可能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够 那么以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演员 由于公司化的运作 由于过多的这种追捧等等 这个孩子可能会失控 可能会要求的再低一些 在社会上的人再追捧一些等等 这些恶劣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 当我们成为一个好演员的时候 我们势必会影响人 所以当你影响人的时候 你就得成为一个好的修行者 好的修行者 没办法 请你洁身自豪 如果你能够答应的话 那么你就好好去做你的明星 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就改行吧 所以说作为艺人的得意双心 是必然的课题 必然的课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